無人的政府他們除了撈錢 他們沒有其他本事 民進黨政府 故意在卡疫苗 是以前的飯頭 美國我們碰到他就下跪了 民進黨政府的 動物可恥就在這裡 影響到XXX的現金嘛 一絲二十命 他那時候已經在當皇帝了 他整個人就飄上來了 他是神啊 自己也瘋了 阻擋疫苗是不是 民進黨集毛當令見 因為我有授權的權利 我不給你授權 為什麼 這個黨的可惡就在可惡在這裡 疫苗是大家人能搶 大家記得七年五月 你要有特權 或者你是醫師或護士才打得到 我們把打疫苗的人分類 醫師、護士、醫護人員 或者醫院的清潔員 在醫院相關的這些人 第一類 記不記得 是這樣啊 那像我呢 我第十類啊 我是很晚才打到 但是那時候第一類 我們只有什麼疫苗 我們只有AZ啊 日本人給我們的 記不記得 那日本自己不打AZ 日本買了BMD 買了Moderna 也買了AZ 他們不打AZ 他們把AZ 一部分給台灣 那我們就 趕快 給 醫師、護士先打 因為在全世界 你要再搶的時候 當然我們是比較弱勢 所以你要用各種關係 那美國、歐盟這些關係好 他們先 他們先弄得到了 那我們 也可以體諒政府 那時候再搶搶不到 可是民間跟你保證他搶得到 你為什麼要反對 因為會突顯你的無人啊 蔡英文本來就是一個無人政府 這個無人的政府 他們除了 撈錢 沒有其他本事啊 那怎麼可以去突顯你正言法師 比我蔡英文行 所以我當然阻攔你啊 我當然知道你拿得到啊 可是我不給你授錢書你就拿不到啊 對不對 授錢書很重要啊 所以我就雞毛當令箭啊 那今天是看到正言法師生氣的 而且 正言法師一生氣的話 全世界整個慈濟的系統 他把這信息發出去的話 那發出去的話你會怎麼樣 全世界都知道原來民進黨政府 故意在卡疫苗 那你就難看了嘛 各位民進黨政府想的是這裡啊 所以他卡你就是怕凸顯自己的無人 他的高官臨高薪做不了事情 買不到疫苗是一群飯桶 那人家送的疫苗 日本送他不敢拒絕 美國送莫德納他不敢拒絕 莫德納是美國出產的 AE是英國出產的 日本人也買到了 那買到以後他自己不打他給你了 那怎麼辦 日本得罪不提啊 美國我們碰到他就下跪啊 所以他送了我們只好收啊 那他們送的話 為什麼可以慈濟送不可以 都不要錢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 民進黨政府的恨物可恥就在這裡 然後慈濟 原博文執行長講了這些話 讓民進黨 大動肝火 為什麼 因為你講這個的話就影響到陳時中的險情嘛 各位最主要是險情嘛 所以周天晚上 九月十一號 真是 整個行政院動起來 花新聞稿出來活認 哎呀真是911大行動 為什麼因為陳時中的險情顯然不妙啊 大家就記起了那個薪酬舊恨 有特權的人才可以打 要認識林秉書的人才可以 可以到核心打 記不記得 那時候 有特權的人怎麼打 三軍班的排隊啊 記不記得 為什麼他們可以打 因為他們有關係啊 民進黨開了一個小門 很多人就要靠這個關係去打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為什麼國人 國人 本來已經遺忘了 然後最近在提起這個事情的時候 大家又勾起那時候的不愉快 混恨的一些回憶 然後你民進黨現在發現 哎呀 郭啟國人的回憶的話 那對陳時中的險情就不妙 陳時中險情一不妙 大家心仇就恨 就把他 想到其他的候選人 都是民進黨提名 那這個可能不只一絲五命 可能一絲二絲命 所以民進黨 的行政院趕快半夜 快到半夜趕快出來溝通 昨天晚上八九點 趕快 不是溝通 趕快出來澄清 啊這次講的是假的 怎麼會是假的 他講了以後 慈濟也發了一個聲明 慈濟講說 我們的執行長講的 都是媒體都寫過了 沒有錯 國際媒體寫過 我也評論過 講的跟 那個時候講的 跟現在講的一模一樣 我們沒有變啊 我們講 你就是在阻擋啊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阻擋 因為你做不到 怎麼可以讓別人做到呢 另外呢 另外因為你要 高端啊 如果有BMT進來 五百萬劑高端就要少打五百萬劑 為什麼 老百姓自己會選擇啊 有BMT 跟高端 我當然選BMT啊 還用講嗎 這是歐盟 美國跟世界衛生組織認證 那高端呢 高端沒有人認證啊 高端只有陳時中認證啊 陳時中那時候認證給他EUA給他緊急授權 那時候 說明年喔 一年以後會給各位看他有三期的人體實驗 現在已經一年快兩個月了 有人體實驗嗎 沒有 所以 大家記得上個月 有人在問啊 那 請問一下 高端已經給他緊急授權一年多了 有沒有他的效用報告 國民黨團還在立法院開記者會 你有沒有效用報告 然後問了以後 陳時中就很被惹毛啦 說 這個是故意找查嘛 為什麼找查呢 說高端至今沒有三期人體實驗 哪來的效用報告 各位 是啊 這是常識啊 沒有三期人體實驗 通過的話 怎麼會有效用報告 那你什麼都沒有啊 那他到底打了有沒有效 我們不知道啊 對不對 現在打了快三百萬劑 都是為了台灣意識 滿滿的台灣意識去打 蔡英文打賴清德打 那他打了 到底有沒有效不知道啊 因為打了還是很多人確診啊 所以你只要有一個效用的報告嘛 這個對 一個疫苗來講 你正如花那麼多錢 一劑八百八十一塊 比別人貴 那你今天要告訴我們他有沒有效果 他的效果百分之幾嘛 講不出來啊 所以各位朋友 你看了這事情會憤怒在這裡 陳時中 這兩年都來因為國人對於 疫情的害怕 沒有碰過 像這種新冠病毒 這麼兇猛的 全世界都受到影響 那 大家就自動放棄了錢力啊 然後民進黨政府就一把抓 所有錢力全部給陳時中一個人 所以陳時中告訴你 明天開始餐廳不准 不准吃 不准進餐廳吃 就不准 告訴你 明天開始要進入任何機構 要QR Code 你就只好QR Code 他那時候已經在當皇帝了 那 因為大家害怕 乖乖的聽他 然後他就覺得說 你看 我多偉大 我做得都了不起啊 他整個人就飄上來了 民進黨認為說哇 陳時中現在民調這麼高 當然就開始包裝 讓他選台北市長 他的過程就是這樣 蔡英文前提推薦 前黨前提推薦 說一定要陳時中 對不對 陳時中最強 你看屏東 那時候墾丁的生意受了影響 沒關係 找陳時中來 陳時中穿著頭鞋 穿著 很燦爛很耀眼的 那種 歐尼上的衣衫啊 去推薦 這裡的東西好吃 那裡的東西很好 你看 記不記得那一幕 所以他是神啊 他選台北市長 了不起啊 可是 今天你要選台北市 那大家就來算總賬啊 對不對 把總賬把這些東西拿出來啊 你到底做過哪些事情 給大家看嘛 這個就是一個很 很淺顯的問題啊 你做過哪些事情 你做過哪些事情 你害過哪些人 幾天前啊 陳水扁講 陳水扁說 陳時中 踏著八百多人的屍體 十幾而上啊 大家看 是不是 柯文哲講 你那時候阻擋 買 疫苗 太可惡了 我最不能諒解 陳時中就是這一點 柯文哲 過去跟陳時中交情也不錯 那他是台北市長 台北市編了28億要買 被陳時中阻擋 陳時中告訴他 不用買了 夠了 怎麼夠了啦 怎麼會夠呢 因為你 把高端 等那些情況 通通算進去啊 問題是高端沒有人打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當要打疫苗的時候沒有疫苗 白死了那麼多人 那這些總賬當然算陳時中身上 所以陳時中自己也慌了 他現在在嫌疾 他希望 嫌疾是什麼票都希望有 可是 你栽贓台北萬華市破口在先 現在又讓人家講 你阻擋疫苗在後 那阻擋疫苗 各位朋友可以看看 阻擋疫苗是不是人神共憤 的確是嘛 你阻擋疫苗 那 那怎麼講得過去呢 今天台灣人 的生命在你民進黨眼中 怎麼不值錢啊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 在這裡 看待 遠快點購網站 我們有多好 比賽 我先看 你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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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你不值得 我怕你不值得